大家好,我是真影,今天带来一期全红98天一集版的比赛解说,这场比赛是C弟姐姐大战拳王亲王啊 在上一场的比赛中,对C弟姐姐陷胜拳王亲王,看这一局拳王亲王能不能成功复仇,现在比利开始了一个参天豪deliver 哎呦,C弟姐姐经过这一集可能也胜血不多了啊,而且比利挤满了三拐气,他肯定有风火轮 然后再接一个扇,然后再接扇子大招,扇他,棍子大招啊 今天C弟姐姐血量真的不多了,哎呦,情况是出了援助啊 呃,拉尔夫快速来了一个反摇,迪利亚,拉尔夫踢,空中一脚C弟,然后落地顶 宇宙幻影放上一炮,上了,机枪拳宇宙幻影再放上一炮,上了,咦,有一颗击城马,击宝拳 可以的,这一波,四十多年以后,全红亲王血量也不多了,但是他还是代不住全红亲王起身,对手依然有机会反击 一个迪利亚,一起伸双相杀了,没想到被拉尔夫还是收割掉了 接着看全红亲王下一个角色,他的小猴子 小猴子一脚把他踢倒,逆向过底飞向脚,拉尔夫呢,跳起来,下C,走 哎,猴子可击,可击三连可击,拉尔夫还是没有了 接着看姐姐下一个角色,这个猴子是不得不放 下一局是C的姐姐的不知火舞,不知火舞,开场就被来了个中断 姐姐的防御这局没有做到位,那么猴子直接把他撂倒 又想中断,转一转,取消,没有什么破绽,无责任的一个连法 好,不知火舞也快速凹了过去,其实98C啊,不管你是高手还是新手啊 这个凹还是挺重要的,有时候这个凹啊,可以形成一个无责任的凹,也就是没有什么破绽 现在不知火舞来,滑铲,扔,然后再飞顶,空桃,空桃继续扔 不知火舞的连扔才是他精髓的招式 因为98C中这个扔啊,掉血非常多 扔这一下子都相当于一个大招掉血了,有时候 那么一扔,大招的掉血反而并不是很多啊,有些人为大招 老龙出场,上就是踩 剪刀脚搬运 啊,剪刀脚递波,递波CD,CD剪刀脚再搬运 这样的话,蝶伤害了,大招喜内,卡赛波轰他一下 被亲王秀了一把啊,这局 姐姐还剩下一个角色,看他的真悟 在昨天我们体验到了,对,体验到了真悟的厉害啊 千语扬,抄不下伤 真悟是有无限连的,老龙强反交出来了,谁用来 那这一下,亲王一个跑不掉了 真悟可能要把他给一条脸死了,真悟特别容易打抗啊 打抗以后,伤害等相当于暴击 姐姐拿到一分,我们进行到第二局 第二局,前往前往,接上一笔啊 这第一场进行的有点快,两分多钟就打了一场,中方截斗都很快 下一局,CD姐姐用龙儿做一手发,对抗前往前往的草地精 好,草地直接开毒咬 圣龙,旋风腿,刀圣龙接一发,轻腿摔 其实我敢说的上天,一次,两次,三次,千语牙,崩 旋风腿,刀圣龙接一发,无视,没接,哎哟,没接无视 草地劲头,驾招来了,踢杀蛇边挤 反边继续驾招漂亮,踢杀直接上大招 后面踢杀,人过来,逆向过顶 其实这个闪身应该是可以猜到的 现在草地精呢,草地精是拳王亲王一个非常强悍的主力 招牌决策,两点三点,蛇边没有连住 中段骑手独咬,拢车 贺斩,哎哟 哇,板边来发整领头,板边大招起起来 3D姐姐又使用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连法 跑到身边来个重拳接抓 接着来看,前往前往下一个轰丸呢 轰丸一只直接逆向过顶,龙二蛇边开了 这局姐姐的战斗力就是直接拉满 啊,替杀人,然后继续一个,哎哟,想骗红丸 先出招 红丸他先出招了,大发电者吸,板边再来个大发电者送走 姐姐刚才没有动啊,在想他想再贪一套啊 没想到拳王亲王也是非常冷静的一位选手,没有慌 啊,现在来到姐姐的游丽,选个马斯,闪电三天,来钢权,上 清脚一下,给他一个扔,清脚一下,再给他一个扔,红丸桃 哦,失误啊 这么高端的局为什么可以失误啊,怎么可以失误啊 用转落TG,闪电三天,来钢权 好,这一下姐姐的小游丽是跑不掉了 落地桃,清脚点杀,再逃 好,红丸也是可以进行连投的,投完之后还可以再接红丸头 第四个回合,姐姐最后一个草蹄精了 清王的草蹄精已经下去了,如果没下去的话,可以草蹄精对草蹄精 这一局全王清王有些浪,选择马斯不断接 哎呀,闪过去了,选择马斯 草蹄精呢,耐落倒地,接超杀无事 能不能一套送走 七十日该上天,一阵,两阵,三阵,前阳斑 哇,两段到圣龙界一发无事 后面前往前,选择马斯,三阵,拗到了,拗到以后,来钢权 草蹄精进行交枪反 交枪反以后,CD两次,三次,前阳,独咬 好,压住起身,这时候还不乱动,又一个闪电梯,起飞了,来钢权 哇,战地结一个荒头 轻腿压起身,选择马斯,闪电,再来踢,来钢权 轻脚点一下,接个D头,然后轻脚点一下,再接个C头 红完头,大发电者,松走 好的,亲王终于证实了自己的实力,拿到了一分 我们来看第三局 好的,下一局走起 CZ姐姐继续三吻随机,这一把柴州,哈尾D,下一个笨子后 他用笨子后手底,毕竟高属性的一个角色手底 其实CZ姐姐是不排人的,玩这个三吻 选到谁就是谁,排到谁就是谁,随机排人随机选人 比较有个性,现在财州,轻脱鸭起身 哎哟,刚才真元哉做了一个好猥死的动作 轻腿中手,烈火掌 两段,第三段,大刹第四招呀 然后再来三一,他接了个CD,没有再接,烈火掌 D波,头级拆掉 嗯,真元哉又开始浪了 那财州再次起手 直接用青腿起手,接连招,比较难的 柴州青腿起手,接连招确实难 下面来看拳王青王的草蹄精 又是草蹄精这一局 跟上去,青腿荒咬毒咬,气势不该上天 一战,两战,大刹地烧鸭,生龙取消旋风队 到生龙街一发无视 哎,他不接无视,他还是把对手再压到脚后再点一套 好的,咦,没连住 青手刚才是点到了的 草蹄精他慌了 咦,一直就想点一个青手啊 板边扔,接无视 还不接无视 这个无视多帅啊 现在看第三个黑合 塞地姐姐他的哈维迪 草蹄精直接爆气 哈维迪,跳,再跳,下青手2点3点 草蹄精中拳七手,其实在上天 毕竟是拳王青王的一个超秀主力 超杀无视切换模式 切换成了波草 其实该再送上天 两次,地板 一次,两次 三次 三次地板,千元扬 旋风队,盗生龙街一发 无视可以带走 哎,这个摔也差不多了 走,其实接无视更好一点 毕竟无视帅嘛 第四个回合,姐姐最后一个角色 你灵那么多气干嘛呀 啊,直接撂倒 现在强反把它打出来 草蹄再爆气再爆气 把,不之后连住的话 不之后可没有那么好幸运的了 那如果压住你下 七是不是开,一次,两次,三次 解胡适 干掉,大蛇体更爽 更爽 比分是2比1了 那么进行到了第四局比赛 今天这个进行的就是特别快 双方把这个节奏都掌握得非常快 下一局,姐姐继续随机 前往前往,也随机啊 前往前往,这两次随机的草体 他这个运气就特别的好 今天,那么CAT姐姐用拉尔夫手发 不然开场给他一个撞 抖开,逆向过顶 撂倒,然后中断 下招攻,对手直接上一个反摇 哎,打一拳,开撞了这就 好,两次闪闪躲过 那拉尔夫要接大招了 超极其将军 拉尔夫踢,空中顶下一个CAT 上,宇宙欢迎 发啦,机枪拳取消 落地机枪拳再取消 落地反摇一个顶 无法受伸 爆摔,低脸 在高端局中啊,这一套就是下特别多的雪 勇处力就变得很低很低了 接着看拳王亲王的阵元斋 拉尔夫清掉七首,拉尔夫上直接上了 拉尔夫踢,落地顶,飞顶,宇宙欢迎来上一炮 上啦,机枪拳,落地取消宇宙欢迎再来一炮 上啦,机枪拳,宇宙欢迎取消 机枪拳,落地飞顶,无法受伸 板边投一下,结束 晕了,已经晕了 他打一拳,干掉 拉尔夫真是玩爽啊 前往前往只剩下一个莉安娜 哎,莉安娜先杀一下啊,先过选发射 手刀取消,跳下CD,哎,拉尔夫用了一个抓帅 折,没折到 拉尔夫大一拳击一爆 有穿三的气势,CG这一局 哇,哎呀,莉安娜爆气了,准备来发超杀大V 看能不能成功 哎,下C,save不到 拉尔夫就使用一个爆摔吧 轻角两点,好快 用轻角两点接大V,手刀半一弹取消 板边再给个V,干掉 虽然干掉了拉尔夫,但虽然干掉后面两个就很非常的难 第四个回合,CG姐姐的伯爵和我 伯爵和我直接爆气 哇,快速被投了一下,发波打压制 压制齿,我选发射 后面,伯爵和我呢 扇子中断,被扔了一下 手刀取消,给一个飞轮 板边继续折腿发,手刀半斩一下 轻角点杀,接C头,接大V,上吧 后面CG姐姐血量不多,再来一下 对,一次不是咱们来两下 现在CG姐姐只剩下最后一个角色了 不好搞了 莉安娜确实是一个翻盘女王 她的翻盘率是非常高的 只要对面没有爆的人物,那莉安娜就吻吃 现在莉安娜又爆气了 爆气之后一直想点青角 还想用青角点一个超沙嘛 那需要非常近的距离才可以 哎呀,回来的飞轮给打到了,神了千赫 巧了,真是巧了 也有可能是预谋,已久 大V,硬搞 好 这个可以 哦,没点到 莉安娜1个C,3比1进行了个反身操作 大家要不要关注,每天更新军队的视频